欢迎加入东森新闻 我是谭若宜 带你快速来掌握 今天发生在台中捷运的砍人事件 在上午有这么一名20岁 戴着口罩 穿着棕色外套的男子 他是持刀 随机攻击其他的乘客 当时在车厢里头 大约是有七成满 嫌犯就狂挥刀 包括他自己在内 一共是有四人受伤了 那么警方事后在他身上 发现一共有三把刀 还有他的白色球鞋也染血 据了解嫌犯并不是台中人 他是从高雄北上 昨天就已经住在台中 咖啡色外套的男子 用手抓着并攻击 绿色外套的长发男子 一旁民众想要帮忙 却又不敢靠近 只能拿着雨伞挥打 遭到攻击的绿色外套男子 脸上都是鲜红色的血 跑到一边 想不到这时候 男子迟到走过来攻击其他人 最后遭到民众团团压制 亮包啊 大家都哇哇叫都往前冲啊 有人受伤很多人受伤吗 有有有两个被杀 只有看到说他拿着一把 配刀大把的 另外说还有两把刀 事情发生在21号上午11点 台中捷运靠近市府站附近 男子不明原因在车厢内 持刀砍伤两名乘客 当时车厢内大批乘客 被吓到惊声尖叫 两名伤者分别是17岁 及20多岁的男性 脸部刀伤撕裂伤 大批警力马上赶到现场疏散乘客 并拉起封锁线财政调查 而详细的事发原因 还有男子的犯案动机 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东森新闻地方中心台中报道 继续再为您来整理一下 这一起随机砍人事件 发生在台中捷运 嫌犯是一名20岁的男子 他是从高雄北上来到台中 在车厢内持刀砍伤乘客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乘客还是鱼记油 从车身上还有血迹 最后是在多名乘客的合作之下 成功压制了嫌犯 而当时前环保署长魏国燕 他人也在车上 台中捷运21号上午11点20分 左右传出砍人案件 有一名男子持刀 砍伤了车厢内部乘客 乘客群体压制 有乘客满脸鲜血 还是试图抓住嫌犯 在众人合力之下 顺利压制嫌犯 刚好前环保署长魏国燕 仍旧在车上 募集整件事的经过 我听那个 有一个最早发现他有问题 然后跟他搏斗的人 他说他有两把刀 所以这个人后来 就被比较小的刀吧 我猜了 脸上就刺伤嘛 然后满脸是血 然后我们是在 中备运站 就停下来嘛 然后中间发生事情的时候 已经在那边 车里面就大乱了 大家从我面前跑走 跑到另外一端 那个人是在车子的尾端 从尾端开始往车头 可以说一路沙波 魏国燕目测 事发当下车厢乘客 可能大约有60到70人左右 而目前犯嫌已经被逮捕 由于精神状况不稳定 借护送医 至少有四名乘客受伤 其中两人在医院治疗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前往慰问 强调会负责所有医药费 初步调他的资料 他是一个20岁的孩子 然后他是住高雄 他在高雄初步的了解 他有这个精神相关的病史 那是初步的了解 是在高雄有列管 那他是昨天北上 昨天北上 那有准备了这个凶器 那所以目前警方还在了解当中 目前台中警方还在针对 整起事件进行侦办 由于今天刚好是政节 随机砍人案满十周年 台中捷运经传砍人事件 也引发人心惶惶 东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么至于警方 要怎么压制嫌犯呢 我们电话连线给台北捷运的 警察教官谢家好 好 我们听到这个台北捷运的警察教官刚刚表示 首先你得先确认 如果遇到了类似案件要先确认嫌犯手中的武器 台中捷运市府站在今天中午发生了这一起随机砍人事件 那么嫌犯是一名二十岁的红姓男子 警方发现他身上携带了三把刀搭从捷运 随后是持刀砍伤了乘客 最新情况连线给记者姚怡婷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带您持续来关心 今天发生在台中捷运的随机砍人案件 今天中午呢 这名二十岁的红姓嫌犯是带着三把的刀子来搭捷运 同传案公站在行经市府站的过程中 直接亮出三把刀子随机伤害周遭的乘客 而其中呢 有两名乘客呢 上市比较严重有见血的情形 而现在呢 已经人被送到了医院来进行救治当中 而这名嫌犯呢 因为他手上也有被划伤 因此呢 也是送到医院来急救 不过呢 他的动机为何 我们来进一步听警方说法 红然 今日因一时三分许 从水安公检站上车后 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他乘客 现场民众健壮合力压制换嫌 警方后报后 也立即派员赶赴现场 将红嫌逮捕 并协助伤者送医 红嫌受伤 警方救医治疗 本案以口头报请台中地检署 检察官指挥侦办 好的 根据我们了解呢 这名20岁的红姓嫌犯呢 其实是就读高雄的一间护理专科学校 而昨天呢 他其实才从高雄来到台中 并且呢 也在台中的汽车旅馆来住了一晚 今天早上退房之后呢 就直接来搭捷运 没有想到他却在捷运上 进行随机攻击人的这个事情 那第一时间其实周遭的乘客呢 也一起来帮他压制住了 因此没有再造成更多人的这个伤亡 但由于现在呢 他其实人还在医院当中 稍后呢 其实他就会来到分局制作笔录 而现在警方也已经联系上了他的家属 爸妈妈妈呢 是从高雄会来到台中 也一起来知道说这个儿子所犯下的这个情形 那目前因为还没有做笔录 因此警方也不知道说他的动机到底为何 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情形 我们再随时为您做掌握 终结出现男子持刀砍人 影片也在网络上头疯传 所以有很多人都看到凶贤持刀 追砍乘客的这段害人影片 不过就有乘客在第一时间 上前抱住了凶贤 阻挡他继续行凶 最后更是有一群乘客将凶贤压制 所以网友看到了都说 台中人真的很英勇 这起惊悚事件发生在 二十一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 台中捷运车厢 闻心虫能站至市政府站 一名二十岁男子拿着菜刀 在捷运车厢内乱砍 当时一名长法男乘客 奋而上前制止 第一时间跟范贤搏斗 长法男子抱住凶贤 阻止他的行动 而凶贤则是出手连刺长法男子 一度没握住刀子掉落地上 他弯腰下去捡的时候 长法男子再度上前抱住他 而当凶贤走向后头 乘客又动手时 大批乘客一勇而上包围 并压制他避免再挥刀攻击 我们在车厢内 我站在前面 有五、六个人 他跟我们一刀 我认为他在顿上攻击 我们在顿上攻击 我们在顿上攻击 然后在顿上攻击 然后在顿上攻击 我们在顿上攻击 有网友说台中人好勇猛 一群人一起去压制 还有人说阿贝比较勇 网友一直认为台中人真的很英勇 但像西方的原因 还有待警方后续离清 温新闻台中报道 而稍早台中市长卢秀燕是出面来说明说 这一名凶险 红性男子 他涉及其实是在屏东 其实平时住在高雄 有这个精神恍惚的问题 昨天就北上到了台中之后 准备了凶器 而今天刻意挑选了捷运犯案 后续犯案的动机仍是有待厘清 那么据进一步的了解 这一名20岁的红性男子 他之前是就读高雄某医专的护理科 原本是在医院里头实习 却因为不明原因暂停实习 好那么继续带你来了解到 这一起随机砍人案 嫌犯年纪很轻 他只有20岁 红性男子 他也被警方发现身上带了三把刀 包括一把菜刀 两把水果刀 进入了车厢之后 是无预警的灰刀 砍伤了车厢内的两名乘客 他自己也被刀给划伤 最后三人都被送往灵芯医院来救治 最了解红性男子的父母 他也不知道小朋友跑到了台中 更不晓得孩子犯案了 接到通知之后 是已经动身赶往了台中 先来看一段稍早警方的压制之急 你手不要动 手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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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嘛 对 确定嘛 对 啊凶器呢 凶器我丢 三把刀拿起来的 我丢出去 好来 手不要动 手不要动 他要砍人还是他 我不确定 你应该是好 你手都不要动 你有智商三人之余 我先做管事后来 你三口在哪边 走吗 不是 来 收起来 你不知道 我去起来 我拍了 我拍了 你这样 你先拉出去 来 出来 你先坐下来 我会坐 我会坐 你会坐 我会坐 你会坐 你先坐下来 不要动 你会坐 我要死了 你先坐下来 我们持续回到今天事发的第一时间 是发生在台中捷运的市府站 中午发生了这一起随机砍人案 嫌犯年仅二十岁 红姓男子 身上带了三把刀 他一进入捷运车厢 就朝着乘客来挥砍 导致两名男性受伤 当中有一名英勇的长发男 他脸部遭砍九公分丝裂伤 不过他忍痛压制了嫌犯 据了解呢 他平时的工作是一名健身教练 最新情形 我们连线给记者苏一环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没有错 我们了解到是说 目前台中捷运 他们发生这一起随机的砍人案件 是一共造成两名的男性乘客受伤 那么其中有一名相当英勇的 这一名这个许姓男子呢 他当时候 可以看到他当时在案发的时候 他其实脸部是已经受伤了 甚至染上血迹 但他仍不断地用手 将这一名嫌犯的脖子给扣住 甚至呢 将他压制到这个车厢的角落边 来等到说这个列车进站了之后 其他的占务人员 以及这个捷运警察来将人带下车 那我们稍早留得到说 这一名这个许姓男子呢 他其实啊 是一名自由教练 那他平时就有在做一些建立三项的训练 可以说是这个身体相当的不错 不过他当时在车内发生这种随机被砍伤了 也导致说他的左脸有这个九公分的撕裂伤 那他们目前呢 人也在这个台中的临心医院的 机认室这边来做治疗 那我们稍早呢 有从他女友的这个社群软体上 有看到说 诶 其实这一名男性 他现在在机认室这边手术告 暂时告一个段落了 不过还在做一些相关的清创以及缝合 但意识是相对清楚的 不过呢 这一名女友他其实也有提到了 说他其实自己相当的自责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说 其实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他们两个情侣原本是要来相约来见面的 但当时女友是担心说 男友搭乘这一个 结论是不是会比较安全一些 因为原先男友是想要骑车的 他担心骑车比较危险 没有想到今天台中结论就发生 这样的随机砍人事件 所以导致说男友受伤了 那目前女友其实也还在医院的 急诊室里头陪同治疗 那么其实在稍早的时候 院方这边有出来做初步的说明 像是嫌犯的部分 也是还在医院里头治疗当中 那么对于她的动机 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来随机犯案呢 后续也有带警方相对的来厘清 以上在现场的最新状况 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主播 台中捷运传出砍人事件 也再度引发了民众搭乘捷运的恐慌 那么宪兵特勤退役的军官 他就要来交民众检疫的保命术 他说如果有遇到类似的攻击事件 你随身携带的包包或是雨伞 都可以用来当成防身的武器 不过教官也提醒 雨伞千万不要打开 因为雨伞没有办法阻挡刀子的伤害 还很可能会伤了自己 欢迎遇上捷运跌血事件 对付拿刀的凶徒该怎么办 宪兵特勤退伍的教官 教大家第一招打团体战 前方拿包包当防御 后方拿雨伞当武器 用气势下周带徒 欢迎女孩子没有厚重的后背包 侧背的小包包也可以当作攻击武器 打这边他还去杀你 要打这个地方才可以 打这边也会砍到你 要打握的地方 包包如果拿着乱打 教练说只是白费力气 要攻击手部正确位置 万一男生没有包包只带长柄雨伞 也是有防御的配包 他批他一扇 刺 然后是针对脖子 脖子对 你不要跟他们拍电一样 除了铁闪制作的铁闪 他说这个不行 被刀子拍掉以后 他这个会吃到你自己眼睛 长柄攻击要害 万一带在身上的是伸缩散呢 你不要过来 他就直接往他的脸部丢 就跑了 我对我对吧 你看 每一招都是保命的策门 前提是面对歹毒一定要冷静 不然慌了手脚也是没有办法 这件事件引发民众口慌求自保 因此有团体免费到社区 教导防身术 上课们的教官可都是硬笛子 除了他们是以前是国家军队的 那个特勤单位的宪兵军官 他们的学生都是国家级教练 那个国手 找专业的教练 教导正确防身术 目前已经有三百多人报名 教官强调防身术主要不是要制服对手 而是在危险关头能够争取逃命的时间 最近现场继续回到台中来关注到捷运随机砍人案 这一名嫌犯是一名二十岁的红姓男子 他被警方发现身上带有三把刀 砍伤车厢内的三名乘客 最新情形我们电线给记者林璇 好了 说各位观众朋友呢 我们现在在台中捷运暂题里面 那刚刚稍早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问过目击民众 目击民众是说当时有先按下了 两次的这个紧急按钮的部分 其中一颗呢 疑似是没有所用的 那呢我们刚刚也就是有问过了 中捷公司的人员 他们说有分两种的紧急按钮 一个是这种的紧急按钮 一按下去就有 另外一个是紧急的对讲机 那他们说有一个民众 他按的是紧急的对讲机 也就是说按下去之后 会有行控中心的人 用对讲机来跟民众对打 但是因为当时那些目击民众 在逃命按了就逃 所以因此呢是没有得到回应的 所以民众才会误会说 是没有按下去没有作用的 所以呢那时候就是 中捷人员就赶快出来澄清 也表示当时的水车人员 是有的在全面的车厢 因为事发凯人的是在后面的车厢 所以呢中捷就是出面澄清说 表示这两个是有作用的 而当时呢这个民众所按下 第一个紧急对讲机按钮 是在11点14分左右 他们的行控中心也是有收到的 所以呢目前我们还是要持续了解 看看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就是疏失 那终结是说目前没有的 但是检察官要持续来调查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情形 出播